HELLO 大家好,我是Johnny 開始踏入九月份,美國正式開始減息 但當然一天未正式公布,都未算落實 但吹風吹得很重要 起碼他們開會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人都會估計 在九月份正式減息 減多少呢?減半粒,四份三 還是減一粒呢?沒人知道 吹風吹就像減半粒或異常 當作減半粒吧 見到香港一個月的同業測息 為何用這個計算呢? 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做按揭 都用了一個月的同業測息 去計算按揭利息 加多少呢? 所以我會用一個月的同業測息 去說近一年,現在開始上上下下 暴入減息週期了 現在最近這一個星期 平均都減到4厘左右 或者3.9厘左右 見到銀行可能也見到這個 開始穩定了,真的有減息的情況 會不會正式開啟綠燈 做啟按揭呢? 因為風險會不會相對少了? 而利潤也開始慢慢見到 有一個回升跡象 在這個集尾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手訂閱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有時間請幫手看完整個廣告去 多謝大家支持 另外金管局找了六間銀行聊天 開了一個會 承諾每個客人提供入息資料 兩個禮拜左右 會盡力撥回客人的批核結果 有六間銀行 哪六間呢? 投行一定是發出銀行 這三間 匯豐、渣打和中銀 另外三間就是東亞、恆辛和公銀亞洲 大家如果真的買了房子的朋友 真的需要按揭服務的話 可以先考慮這六間 我覺得就會比較好些 因為他們都承諾了 兩個禮拜左右會複裁 批核結果 但是當然 說就這樣說而已 實際是否真的批到呢? 中間會不會你自己的文件 入息資料不足夠 反反覆覆來來回回 亦到好像兩個禮拜後都沒有結果 這個在這個按揭市場 其實就經常都發生著的 因為很多客戶 真的未必一次過提供了全面的入息資料 例如 譬如說他要你三個月的入息 但可能你會錯過一個月的購物資料 未必看時間給他 又或者原來稅單是去年的 不是最新的稅單 又或者是公強積金單的資料 未必可以一次過給他們 所以也會比較難處理 也可能你現時有一間民業公 可能要拿回公款證明 因為往往最多出事就是公款證明 他反應不到實際的年利息 因為用過去來講 用了同業實息加多少 也有保險線 永遠見不到那顆數字 只見到每個月的公款銀碼 又或者見到實際利息之後 可能供4厘多 還是供3厘多 每個客人都不同 但銀行是必須見到你的 CAP位 即是說你的同業實息加多少 再加上CAP在P減多少 保險線的位 而才計算到 他的實際公款的百分比 所以如果你提供的份單 裡面是沒有這個數字 就必須向銀行申請 要約了就要過幾星期 就答不了你的按揭審批 始終有些文件要補回 所以很多正常的朋友 都不可以在兩個星期內 批出按揭 知道結果 這是令到大家會有更加擔心的情況 但我自己收到空回來現在銀行 就真的陸續很多內部正在開回 第三季 突然想跑回按揭的數字 因為看到利潤開始回來的時候 亦都會想在這個銀行按揭市場 裏面做多一點生意 這是我聽回來的事實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變數呢 就是有待大家觀察的市場 有沒有很多人很多人說 銀行審批不了按揭 也都拖延了時間 我相信這些聲音會 接下來第三季會越來越少了 但是當然 銀行按揭優惠有沒有放寬呢 我聽回來就沒有什麼放寬的優惠 現今回陣都只有0.1甚至乎沒有 而按揭利息呢 繼續會增加多一點 因為始終樓價的風險 因為始終樓價的風險 都沒有減少 也有下滑的跡象 失業潮、倒閉潮 你見實惠都開始減少分店 很多不同的行業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銀行的利息呢 聽回來 好像都略略會增加少少 當然不同的客戶 不同的入息 有不同的利息 收費 這個是會有幾大空間去變的 好像之前 糖樓、納米樓 銀行不做 就算做的話 都可能要收到很貴的利息 P-1 甚至乎有些是P-1 以上才能做 所以接下來 陸續會多 這種情況出現 視乎你什麼類型的入息 買哪一類型的物業 再調整不同的按揭利息 現金回陣 不要說了 甚至乎很多金會上都沒有那麼低 你說接下來銀行會不會大做 再搶回現金回陣 多到0.5% 1% 甚至乎最高峰時 我記得是2.8% 現金回陣去到 這些已經時間不再 相信這些已經成為歷史 銀行不會再給很多現金回陣的客戶 反而看到按揭利息 越來越收窄 但是風險依然越來越高 比我看到 銀行現在每個按揭 或者每間銀行的取貸都不同 他們會好像西貢吃海鮮 見什麼人 買什麼價錢 所以空間是很闊的 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入職不漂亮 一定會開一個很貴的價錢給你 即是說 現金回陣 甚至乎是不會給你 0.1%都會省 所以大家會面對這個問題 可能真的要 夾多幾間銀行去申請 File 看看批到多少 你再選擇用哪一間銀行 但起碼不會像第二季那麼害怕 真的好像銀行收 第三季的確定開了綠燈 但按揭市場的價錢 真的很海鮮 這段分享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 拜拜 這段影片差不多時間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地產消息 而這些消息不方便在公開YouTube頻道 就可以加入我們Lion哥的Patreon會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